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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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生, 我以後都不想走見到你 娘 有沒有五千兩司機在這裡?給我 我立刻去找個朋友駕駛做生意 李宗盛 我叫你和爹斟茶葉蔥 關五千兩什麼事?做什麼生意? 娘, 我照祝你吩咐做的 二娘也肯喝我杯茶 那個爹, 我親生爹, 連杯子也扔了我 還說什麼?畜生, 我又不想見到你 你必聞, 你知不知道自己這次是錯在哪裡? 連你也來是樂我 我知道 我不應該搶弟弟的功勞 我不是怪你搶人的功勞 李宗盛 你為什麼做人這麼心浮氣躁 一眼就被人看穿? 還有, 你將來要做大事的 小小挫折你都受不起? 算了吧, 娘 娘, 我留在慶豐年沒有前途 爹不會讓我做繼承人 他一輩子都不會原諒我 他的嘴巴說這一輩子都不會原諒你 他的心也是這麼想 但是同時他也很渴望 有一個說法可以原諒你 什麼?娘, 我不太明白你說什麼 什麼…什麼說法? 我就是在想這句說法 讓我馬上去找長發叔 看這句說法應該怎麼說 老爺, 碧文跟我說 他說想跟我朋友去北京開籌段莊和 這麼大件事當然要跟你商量一下 你的意思怎麼樣? 也好, 男兒志在四方 就讓他磨練一下 等必正送完貨回來 大家吃頓飯, 幫他戰衡吧 是呀 碧文, 不用弄得這麼大件事 要離開巫石 我們大家都是一家人 誰會介意仇? 是呀, 大哥 你別走, 好不好? 他要去就由他去 你幫我求什麼程? 老爺, 我覺得你做得不對 什麼不對? 我覺得你不應該讓大少爺離開慶豐年 應該讓他掌管慶豐年 將來更應該讓他繼食慶豐年 什麼道理? 四個字, 不教如豬 我說他交易不賤是真的 不學魔術, 浩大喜功 貪功偉國, 刻薄寡恩 每件事都是我最討厭的 他做得足, 還做得足 老爺, 大少爺要殺了全毛蛇和花鳥的時候 你有沒有告訴他他錯在哪裡? 你有沒有好好的教過他? 他搶必正功勞的時候 你又有沒有告訴他… 夠了, 別再說了 你是我家事, 願你無關 老大爺臨終時吩咐過我 他說大少爺是長子的孫 將來一定要好好的栽培 要讓他繼承慶豐年 老爺, 老爺, 你不可以不教如豬 這個人怎麼這麼頑固? 出去吧… 老爺, 別這麼勞氣 蔡花叔, 你先出去吧 寶貴, 你給我一些意見 老爺, 誰問是我們蔣家的長子的孫 我們是不是要把他留在慶豐年 將來是不是要讓他繼承我們慶豐年 留是應該留 但這個人絕對不適宜做慶豐年的大老闆 你聽我說, 我已經鐵了心腸 這個兒子一定要狠狠地教 教到六十歲都要教 蔣喬, 慶豐年不是一間籌段莊 不是一間酒樓, 是一個米葉王國 他是關乎整個巫石 甚至整個江蘇的民生福寺 那倒是 媽, 那個柴狗 他總是救過我們母子的 媽媽, 遲些我們請他回家吃一頓飯 我要那個不肖子 親自向他斟酒多謝 我要屈辱一下他, 磨練一下他的心志 娘, 我不吃這頓飯行不行? 我看到那隻這樣的賊狗會嘔吐的 你還好說?娘為你花了一口心思 長發叔哭得腦淚中環才叫你爹 肯讓你留在慶豐年 總之就記住一個字, 忍 走吧 老闆, 柴狗敬你一杯 是, 醒的 請喝一杯 來, 泡一碗 謝謝老闆… 各位, 柴狗敬你們一杯 各位, 柴狗敬你們一杯 各位, 乾杯… 老爺 爹 柴狗敬你, 怎麼這麼晚才來呢 來…敬茶九三杯 老闆…不敢當, 我受不起 一杯夠了… 不行, 一定要敬九三杯 是 大少爺 柴哥, 來 必聞敬你, 我有點誤會 當我向你賠罪 別這麼說… 其實想起來也不對 喝過這杯, 大家沒事… 大家沒事, 乾杯 來 來, 多喝一杯 多喝一杯 謝謝你, 救回母仔 幸好…來, 乾杯… 醒的 來, 柴狗哥, 我們再喝一杯 以後我們上下一心 一起搞好慶豐年 對…最重要是上下一心 你們各位手足 我們上下一心, 搞好慶豐年 來, 乾杯… 來, 乾杯… 柴狗哥, 叫了你不要喝那麼多 是老闆 不要再喝了 我有分數… 今天這台戲, 我擔心 我不喝, 我喝到肚子 我不喝 你不要再喝那麼多 坐下… 你坐下…我沒事… 不要再喝了, 行不行 行… 柴狗哥 我柴狗敬你一杯 你大難不死, 必有後福 祝你大難不死, 必有後福 乾杯 武仔不會喝酒 我代他喝 男子案大丈夫 喝少許酒都說不行 你將來怎麼執掌慶豐年 喝完…來… 來, 乾杯 好 好 寶仔, 我跟你說 你這次可以平安回來 你永永遠要記得一個人 我柴狗 不是, 你一定要記住你死媽 你知不知道 他為了你這幾天 撲來撲去, 整個人都落盡了 他在茶樓樓梯頂 打不到腳的聲音 柴狗, 你喝得太多了 你先過去吃點東西 我們起飯…來 各位手足… 各位手足 有今天這樣的成績 完全是感謝各位 各位手足辛苦了, 乾杯 聖爺 乾杯… 各位手足, 聽我說 好, 以後大家不用怕 有我的柴狗看著你們 我的柴狗 有四婆婆在背後撐著 我們大家喝聲 乾杯… 乾杯 有四婆婆幫忙 事實上是有的 不過我覺得是好事 阿龍, 阿達, 茶狗喝多了 你們給我送她回去 茶狗喝多了, 回去吧 回去吧 回去幹什麼 我還沒給四婆婆喝 茶狗 四婆婆 四婆婆, 這杯茶狗敬你 四婆婆, 你知道嗎 那些手足有兩句口號 慶豐年有四婆婆幫忙 大家不用心慌慌 茶狗, 夠了 你跟她回去吧 是呀, 走… 走開… 放手 四婆婆 我說真的 全個墓石屎 我最尊敬的人就是四婆婆 你, 而整個慶豐年 除了四婆婆之外 全部是豬刀 全部 茶狗 茶狗 你是不是只聽我一個人說 當然 只要四婆婆有什麼吩咐 我們一群手足 以我茶狗的四婆婆幫幫主為首 水裡水裡去, 火裡火裡去 我再問你一句 你只聽我說 當然 四婆婆要我走就走 站就站, 上刀山, 下油鍋 那我現在就正式跟你說 我要開除你 從明天開始, 你不用再上班了 四婆婆, 你說什麼? 我要開除你, 你不用再上班了 四婆婆, 我們先送她回去 對不起, 強多了 來, 別客氣 菜涼了, 吃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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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有很重要的事嗎? 我特地不回來 你這算是什麼態度? 你是不是心裡有什麼不開心? 四媽, 你以為我喝這一頓會開心嗎? 我救母子不是想別人謝謝我 母子是我弟弟, 我救他的英分 不需要別人謝謝 越多人謝謝我, 我就越覺得難受 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 做了好事, 別人稱讚你也會難受嗎? 爹, 我難受不要緊 我就是不想娘難受 真荒謬 誰做娘的不喜歡人讚我兒子 我把兩位走 都是想你和你娘兩個開心 蔣喬, 你讓她說下去吧 爹, 如果你想我和娘開心 不是擺兩位叫一大群人謝謝我 而是立定心場, 向外宣佈 老大哥就是慶豐年的接班人 讓大家不用那麼多揣察 讓大哥、大媽不用那麼多想法 我還冒心不要緊 我就是不想娘擔心我 爹, 如果你問我最想要什麼 我想娘以後每個日子 是開開心心, 安安樂樂 必正 小組, 早晨 不好意思, 昨晚高永德 多喝兩杯, 晚了一點 你回來幹什麼? 我回來開工也不用做 大家聰明一點 天晚上之前要下批貨了 齊哥哥, 你真不記得還是扮人記得 你已經被人開除了 我被人開除了?不是吧 我是四奶奶的人 你昨晚喝醉酒 四奶奶一陣子說要開除你 永不錄用 是呀 她說, 姐姐 先開工… 齊哥 拜託你立即離開慶豐年 不是吧, 堅叔 走呀…我要開工 走呀 堅叔, 你先讓我開工 我今晚去找四奶奶聊 一場不陪你而已 我叫你馬上走 不需要聊了, 今早開店時 四奶奶吩咐我 她說不想見你, 叫你也不要去找她 不會的 四奶奶說她說的話算了 她以後也不會用回來 你走吧 聽到沒有, 馬上走呀 別推我, 老爺 好 我以為黃石祖的一個人不是豬鬥 原來他真的不是豬鬥 但是他就是喜怒無常, 發脾腹腹腺 是他說請我喝酒的 我喝了兩杯, 說了兩句話 他又開除我 反正豬鬥就是糞 老爺 老爺, 我的柴狗不怕 我不做就不做, 我有手有腳在這裡 你回去跟這個女兒說 不是她開除我, 是我開除她 這種工, 十天大腳抬我 我都不回來做 好 四奶奶 四奶奶, 我真的很想回來慶豐延祖 我昨晚發了個夢 我夢見四奶奶沒有解僱我 我和整幫手足很開心 一起開工 我昨天開心得紮醒了 才…原來是一場夢 那晚我真的想表揚你, 四奶奶 我不是想讓你難做 我不是想讓你尷尬 我決心我以後都戒酒 以後都不喝酒 這就是最後一次 四奶奶, 你給我一次機會 對不起, 四奶奶 對不起, 四奶奶 我真的很想回來慶豐延祖 對不起, 四奶奶 四奶奶, 以後都不敢的 四奶奶, 對不起 對不起, 四奶奶 對不起, 四奶奶 對不起, 四奶奶 四奶奶 二少爺 什麼事?阿成 這兩位官司有事找你嗎? 你就是想必正? 是 我們是南通縣崖的報塊 這張是我們辦警察官照的 警察大哥, 不知道你找我什麼事? 沒有, 我們追查了兩個大變子幾年 追查到毛石這裡, 就把他們逮捕了 在嚴刑逼供之下 他們說人家也是父子之一 我認得了, 是他了 你有, 有 IM, 快遲 彈大哥 就是他們兩個了 他們總共騙了兩次 第一次假扮死屍 第二次假扮 multiple人 總共騙將我二十萬分 總公子, 麻煩你稍等一會兒 我們要幫庫主還有六份工次 很快就到你了 好嗎? 我跟你們說過, 想得生了個忠義府 你們倆坐牢出來, 要好好做人 尤其是你, 年輕遙遙, 好微好貌 難道打算一輩子做騙子嗎? 蔣少爺, 我求你幫我做一件事 等官察幫你下公尺的時候 拜託你把罪名推到我身上 娘, 要死的就一起死 娘, 蔣少爺, 求求你幫阿翁 阿敏三上我就帶他出來騙人 這麼小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錯 他根本不知道騙人是錯的 你幫我殺死, 你來救救他 你們倆早知道今天何必當初 救命…幫我們 娘, 我不會丟下你的 蔣少爺, 幫我殺死, 拜託你 謝謝 娘, 到你了 蔣少爺哥, 其實那兩尺騙我錢的 都是這位婦人, 不關這位姑娘的事 她每次都是站在這位婦人後面 絕對沒有騙過一番一番好 麻煩你過來錄一份詳細的公尺 好 靖妹姐, 你還不走… 別走, 靖妹姐 靖妹姐, 你別走… 別走, 靖妹姐, 別走… 靖妹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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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妹姐 靖妹姐, 你好偷不偷 你招魂花也偷給我 拜託你, 你還有口心 送這支招魂花給我 你也失心幫人, 你… 老闆, 老闆 你真是死性不改 做完騙子就去做小偷 蔣少爺, 你有騙子寫幾文字 給我買這支招魂花 我身心變得一文字就好了 你要這支招魂花來幹什麼? 我來聽說所有罪名都撈在身上 那位姑娘說要打個二百大板 什麼?打二百大板這麼大罪? 蔣少爺, 你可不可以做我口心 你這支招魂花給我買這支招魂花 不如這樣吧 我幫你請個匠師和你娘求一程 看我可不可以不用打那麼多 不用的, 我娘大大小小 犯了四十幾條罪 那些報告說找什麼匠師打都打不掉 最後有不怕想到她的疏通 但我連買招魂花的錢也沒有 哪有不怕想到她的疏通 蔣少爺, 你這支招魂花 你給我買這支招魂花 只是幾塊錢而已 蔣少爺, 你幫幫我… 你幫幫幫我, 還想到這件事 這件事是很可憐的 憶正 爹, 四媽媽 你剛才去哪裡了? 沒有, 阿丁的娘今天擺大壽 我打算去吃飯 你拿著這麼大的銀票去吃飯? 其實是因為這些是那些伙計人情 我打算集齊就拿去阿丁的娘那裡 對, 我趕著去吃飯, 不跟你說了 先走, 四媽媽, 走, 阿姐 爹, 四媽媽 母子, 你跟兒哥搞甚麼? 他拿了這麼多錢, 究竟是甚麼事? 兒哥剛剛問我借錢的 他很少用錢的, 借這麼多錢做甚麼? 爹, 你不知道的了 那兩母女很可憐, 他拿去借給他們 又是那兩母女? 老爺 阿廣 二少爺剛出門 你給我跟著他, 看看他去哪裡 是, 老爺 隨便收下三百兩, 他們又不是三人放火 當作好心 不行, 蔣少爺 我們衙門場上下, 每個人都要分 大老爺又要疏通, 師爺又要分一份 那怎麼辦? 好了…這裡四百兩已經很多了 蔣少爺, 你家這麼排盤生意 不要像街市買菜一樣 不想給就不要給, 我們騙他回南通 蔣少爺, 我求你幫人幫到底 那個女生真的無法捱到二百大板 也不知道為何經常遇到你們兩個 也不知道是不是害時出世 好了…這裡五百兩, 我就得了這麼多 這樣算了 爹, 四媽 兄弟, 聽說你從南通院下來辦猜事 麻煩你拿個關照來看看 好 爹, 走 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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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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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放過我們兩個女兒吧 你不放過我, 也放過我女兒吧 蔣老爺, 這群騙人在江陵一帶 已經犯案累累 我們也想捉他很久了 這次真是感謝你們舉報 你放心, 我們一定會將他驗犯 走, 走 是 蔣老爺, 我們是南通院的 向下因為水災 所以不得意出來偷摸拐片 夫人, 老爺 再吵, 掌嘴 再吵 夫人, 老爺, 要命 老爺, 掌老爺, 遲點升堂的時候 可能要請你作證 好, 沒問題 那謝謝, 我們也先過退 辛苦了 看看有沒有損失 這個世界真是無奇不有 觀察也有假的 幸好沒有損失 阿廣, 你剛才看到了 下次遇到這種事, 千萬不要中計 否則你就不要叫阿廣 叫阿豬, 叫阿蠢, 叫阿猛好了 爹, 你有沒有話要跟我說 如果沒有話要跟我說 不如我們一起回去吧 我要說的話都被你說了 還有什麼好說呢 走吧, 蔣必笨 爹怎麼說話這麼灰邪 小哥 什麼事?小奶奶 為什麼米會貴了? 我今早經過的時候 白米也是二十五文字一斤 油脂米也是三十文字一斤 真的嗎?為什麼現在貴了這麼多 好, 我們老闆收到消息 說米的來貨價貴得很厲害 所以我們先加上價 阿王, 快點換了價錢牌 小奶奶…你給我最後這次機會吧 我真的深不反省過 我真的自己坐在哪裡 我真的很想回應功, 小奶奶 小奶奶, 我真的知道了, 小奶奶 小奶奶, 我真的知道了 小奶奶, 你回來了就對了 你知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大事嗎? 整個無實的米譜 在這兩三個時辰裡 突然加了很多價錢 我才剛才跟你說過 林知府約了我們去開會 他跟我們一群米商話 朝廷發出了底部 說今年江蘇、浙江、廣東 全部失收, 米價會大幅飆升 所以一個而一個怕死吃底 就先趕著加價吧 蔣喬, 我們是巫石最大的米業 我們是有責任 不用讓我們百姓捱貴米的 有什麼辦法?這些天災的東西 你不記得你跟我說過嗎? 天災我們沒辦法避免 但是人禍我們是有能力減輕的 其實現在我們的米價這麼貴 是因為有三成的成本 是落在購少的曹運費上 你想要大舅爺減曹運費? 是嗎?你跟和尚借梭而過 他這份人平時沒什麼就親戚 你跟他說錢錢的事嗎? 這個人很難纏的 難纏也要纏的 他那些手下 每個都出入妓院賭方, 懷疑美食 但是老百姓就連米粒也吃不起 哪有這種道理 一定要他減, 他至少要減一成 他減一成, 我們的米就不用加價了 對, 有什麼理由他們青幫的人 胖得不穿得穿不下 我們全無世界的人才在辣肚皮 好, 過兩個天 我約了一班行家人跟他們談 一定要他們減價 四婆婆 小熊 是, 有什麼吩咐? 你給我出門口看看 那個柴狗是不是還在等? 如果牠還在, 你給我帶牠去書房 是 四婆婆 小狗, 你一直賴在我們家門口 那邊想怎樣 我想四婆婆原諒我 請我回慶豐年打工 記得你說過 你說鄉下就什麼都好 連老人家也磁場一點 狗也有性一點 出來醒來, 每樣都不好 連狗也餓一點 那你為了什麼事 一直都要留在這裡, 不回鄉下呢? 我想在城裡出人頭地 我想有一天 我可以有很多白米 一車一車的運回鄉下 四婆婆, 我求你請回我吧 我可以不做副公頭的 我減薪也行 就剛好相反 那天我們請你來吃飯 就是打算和你敬完酒 多謝完你之後 就告訴你會升你做公頭 免得加你三成人工 這幾天你不斷跟我說, 說你知錯知錯 你說了一百次都有了 究竟你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錯在哪兒 我知道, 我知道的, 我沒大沒小 我不應過大庭廣宗, 令你這麼尷尬 我…我明知道你忌諱人家說 四婆婆幫, 我又騙你經常說, 四婆婆幫 四婆婆幫 那你又知不知道你自己的優點是甚麼 我沒什麼優點 我…我有時候想到別人想不到的事 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是優點, 四婆婆 我… 柴狗, 我們慶豐年沒有甚麼缺 唯獨是缺人才 我和蔣老闆一直都很希望 可以遇到一些思想、靈活、 感作、感為的人可以幫我們忙 好吧, 終於讓我們遇到一個 像柴狗你那樣的人才 誰知我們柴狗哥在微得兒的時候 就只認識得怨天、怨地、怨人 到處都是豬兜 到一稍微不得兒 就已經目胸一切, 三分顏色上大紅了 四婆婆, 我今晚回去會動高撞板 好好反省 我求你不要趕我走 其實我從來都沒想過要趕你走 我不是想趕你走, 我是想你好 柴狗哥, 不只是你一個人熬過苦 幾個月前我也是一個下人 我都一樣熬過鹹苦, 一樣熬過肚餓 我怎麼會不想你好呢 我要說的話, 說完了 你現在就回去貨倉開工, 做一個工人 我和蔣老闆都很希望見到你爬上來 由做副公頭、公頭、副掌櫃 四掌櫃、三掌櫃 都可以一斜斜百尾, 這樣尋回鄉下 尚理自己的心願 四婆婆, 我那天睡下棺材 我都會記住你這番話 我回去開工 你做事吧 老闆 你心裡做事吧 四婆婆的說話, 即是我的說話 謝謝老闆 謝謝四婆婆 大九爺, 本來你想找我們做什麼? 沒有, 我們青幫的兄弟 為各位老闆運米運了十幾年 總算順風順水 沒擔過各位老闆的生意 也沒有加過曹運費 所以, 從下個月去 沒辦法了, 加三成 三成? 現在是加三成 想吃了人家的居嗎? 如果這樣弄下去, 我們哪有錢賺呢? 大家聽招呼也行 是呀, 行… 米曹主, 大九爺 最近到處都失收 米價不斷飆升, 價錢每天都不同 我們打算請你減少曹運費 誰知你反過來還要加, 一加還要加三成 那你要為米賣多少錢一斤呢? 外科, 我們有我們的難處 是呀, 十幾年前, 我拿了一千多人出來 就替大家弄好曹運 現在我有三千六百億人頭吃飯 是呀, 要買新船, 舊船維修呢? 大九爺, 試念不好 大家過幾年緊日子好不好? 我沒所謂的 我喊我, 有什麼所謂的, 是不是? 但是我妹妹看著那些兄弟 在勒著這個褲子 他們找命拚命的 我們青幫的兄弟呢 義氣兩個字是鑽在額頭的 是呀, 他們補飽飯吃, 犯我的 總之不可以交贖運費, 不可以 不可以交贖運費, 一定要加三成 如果大家不肯加腳, 自己找船運費 你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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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去 你拿去, 你拿去, 你拿去 怎麼樣?老爺, 叩少曹運費 他不特地不肯減, 還說你多加三成 現在你米價已經貴了這麼多 他還要加三成? 這個是正一畜生 怎麼了?蔣喬你 心疼痛又發作了 那跟你先回去吧 不用了, 我們跟彭鏗談不上帳 這件事, 相信很快就會傳出去 可能會引起恐慌 你還是回去給我看著店舖更好 但是你這樣… 沒事的 這些老毛病來了 找你大夫放兩針就沒事了 你快點看著店舖吧 店舖不可以亂 喬奶奶, 我已經詳細點算過了 我們有米倉創二十萬彈白米 救我們本地人使用一個月 師媽… 外面越來越多人來買米 每個人一晚買成十一十斤 有些還要成過百斤 如果我們還不學其他米商一起加價 媽媽, 水災很大的 是呀, 吃奶奶 如果沒有這種情況 不加真的不行 我們賣一斤就吃一斤 媽媽, 因為我們還沒加價 所以全無石的人 都跑來我們慶豐來買米 真的買少見少的 那好吧, 我們也加價 小張, 轉價時買 一包試駕, 來 不是跟試駕, 是比試駕高五成 媽媽, 我沒聽錯吧 你一不加, 你一加多人五成 是, 要多加人五成 你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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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多一次… 各位叔伯兄弟 是,我們慶豐年的四奶奶 就說要加價的價錢 這位小兄弟,你先放下米 有沒有搞錯?慶豐年都說加價? 對了,還加到市價這麼多? 就是了,又說慶豐年 不像其他米店一樣加價 油漬米加到五十元錢? 白米加到四十五元錢 米粒加到二十五元錢? 豈不是貴國城市價五成? 就是無相不耕 不是,無相不耕… 你們… 你們交到這樣 這個不是走路的意思 是這個人自發自為 有胡瓜,你會這麼無聊 我們背臺幫你慶豐年 別這樣… 阿爹 現在外面都說我們無量大間商 那怎麼辦? 那些百姓崖貴豈不是夠慘嗎? 你還要在一個傷口灑汁鹽下去 你說這些錢賺不賺得安樂? 你懂什麼? 阿爹,保錡這樣做是對的 他把米價賺高,不是想賺陰質錢 是想保住我們米倉的米 我們慶豐年是龍頭大哥 如果連我們都沒有米賣 人們就會更加慌亂 搞得不好,跑去搶米也有枝 不懂事就別胡說 對了…我什麼都不懂了 我只知道阿哥送了一個牌匾給你 叫職善之家 阿哥,現在要改,為夫不仁 你還說你的好哥哥? 想賺陰質錢的就是他 我不知道,哥哥要加曹運費 我只知道他很多兄弟要開飯 親戚上頭,不行就談得不行 我以後都不想認這個人做親戚 老爺,你有沒有想過我? 我只有一個哥哥 如果你跟他翻臉,我就沒有這個哥哥 你呀,你只會想你自己 你知不知道全無赤實力 很多人沒有飯吃了? 老爺,保錡,給我回到書房 老爹,小包 老闆,小奶奶 柴狗?你又來幹什麼? 老爹,我剛想出去遇到柴狗 他說有辦法解決我們現在米店的困局 是呀…我有一點預見 柴狗,你想到辦法嗎? 你儘管說來聽聽 老闆,我知道我們在兒興的米倉 有一千塊珍珠米 我提議就馬上運回來 不過不是找彭肯的手下用船運回來 而是用我們的伙計走陸路運回來 但我以為還有什麼好辦法 行不通的,晚了就回去吧 老爺,你讓他說話吧 柴狗,為什麼你會這樣想到? 老闆,其實彭肯為什麼這麼事無忌諾 一加加三成? 很簡單的,因為他知道他掀著你喉嚨 他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 對付這種人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自己走一條路出來 告訴他,我們走六路一樣可以 我們不用靠他 他說行不通的了 誰不知道六路可以運米? 六路運米比水路三倍貴的 你知道嗎? 回去吧… 老爺…大狗,你趕快下去吧 老闆,雖然說彭肯捏著你的喉嚨 其實說真的,你想想 其實你也捏著你的喉嚨 你不給米他運 他三千多個手足立刻沒飯 你趕快下去,還有他那些船要弄在這裡養老鼠 老闆,我走爛的時候 經常跟人搶東西吃 我打過很多次架 我知道原來跟人打架不是說誰壞 是說誰不怕死,不怕死就贏了 現在他捏著你的喉嚨 你應該更加大力捏著你的喉嚨 就算同歸於盡道,也要他先斷氣 你這樣縮頭烏龜是不行的 大狗 四婆婆,有什麼事? 為什麼你說話永遠都不知修煉? 什麼叫縮頭烏龜? 我…我不是說老闆縮頭烏龜 我…說就這樣說,我只是打個比方 老闆,還有,二兄那條路 我走爛的時候來來回往 我走過很多次 如果你們真的打算下路運米的話 我可以幫忙的 柴狗,你現在先回去吧 如果我們真的需要到來 我再通知你 好,那告辭吧 告辭 老爺,我也覺得柴哥說這個方法 能走得通 爹,我也贊成 我願意和阿丁、阿勝 去營運這派賣物回來 好 你已經捏著這個喉嚨十幾年了 我現在捏著你,我才力給你口滑 好,我看你先斷你,我先斷你 你吃飯嗎? 柴狗,老爺找你去蔣家 走吧 柴狗哥,老爺找你去蔣家怎麼贏 又闖了 不是四男人在這裡找你吧 是嗎? 老爺,我還給別的手足爺 你真的不做嗎? 我是不做苦力,做副公頭 公頭,四掌櫃,三掌櫃 一直升上去 升上天你就有份 做掌櫃,撞鬼你 風水佬騙你們十年八年 你們等我回來慢慢拜託你們吧 好,謝謝 跨历劫 举杯唱任何边收尾 就一绝曲传千里